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脚本引入完之后呢 咱们就进入到在flux当中 它所对应的这个模板部分的学习了 那在flux当中这个模板呢 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实际上它叫做这个进阶2 这个模板 这个进阶的话应该是一个 我印象当中是一个日语的单词 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这个进阶2的这个模板呢 它使用起来的整体流程跟jungle都是类似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再去讲这个模板的话 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那咱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要做的工作呢 仍然是去定义的模板 模板当中的定义方法呢 你看一下模板变量 是不是仍然是两个大括号啊 对吧 关于这样点 然后我们在进行渲染的时候呢 它跟jungle不太一样了 在这里面进行渲染的话 使用的是一个render template的函数 然后在jungle当中 你进行渲染模板的话 第一个参数必须是require对象吧 然后后面才去跟上别的东西 在flux当中 它所对应的 你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模板的名字 然后呢 后面再跟参数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对应的这个模板 然后呢 我们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的话 这些东西呢 我们还是先去掉一下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回过头来 由这个ab.run 来进行维护 然后呢 咱们来去做相对应的处理 那我当前一旦设计完 这个刚刚name 也就意味着说 它的模板目录 就应该是在当前的文件 当前的这个文件所在目录吧 所以就应该在这里面 那我去创建一个模板的目录 它对应的名字 默认情况下是template 创建 创建完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 比如说去签一个 对应的模板文件 一个模板文件 比如说把它叫做index 放到这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进行相对应的处理 在作者里面 做相对应的处理的时候的话 比如说 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呢 我现在先把这个地方留下来 然后呢 我回过头来 在哪呢 在我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当中 来进行操作 我在这里面 要想去进行渲染模板的话 怎么去渲染模板呢 渲染模板的方法呢 仍然是在flux当中去导入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 那个rendertemplate的 是叫做这个名字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名字 导过来之后呢 我要去想渲染模板的话 通过rendertemplate的方式 来进行渲染 当中所接收到的 而且去渲染的话 还有个return returnertemplate的 当中的第一个参数 代表的是模板的名字 直接传模板名字就可以了 当前我起的模板名字呢 叫做index.tml 所以拿过来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 这一点跟jungle也不太一样 jungle当中在去传的时候 是不是要求你在这个地方必须传的是一个字典呀 对吧 是不是一个字典呀 你把所有数据都撕到一个字典当中 但flux里面它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地方呢 不要求你传字典 而是要求你传什么东西呢 你就把你要传的那些模板变量 以平铺的方式给它摊开 比如说我要给你传一个name 等于python 然后呢 我还给你传什么东西呢 给你传一个age等于18 你放到这 那放到这之后的话 这就是在flux里面所去传参数的方式 回过来 我在我的模板当中呢 就可以去进行定义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呢 去定义一个p标签 然后呢 这里面去显示一个name的字段 name等于我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把这个变量呢 也是两个大块 放到这就可以了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再给它一个对应的变量 比如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age age我也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那我可以再给你定义 几个相对应的变量 还可以定义哪几个变量呢 咱们先 我看一下 先把这两个东西 咱们说完了之后 我又回来再去说 我让我的程序呢 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这个东西也停掉了 然后呢 咱们让这个程序呢 直接去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然后呢 相对应的 我回过来 去访问一下 127.0.0.1 对应的5000 写线index 我们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name跟python书都传过来了 这是关于在plast上去使用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 那整体的流程 是不是都是跟张狗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具体的一个细节吧 需要点模板的时候 这一点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眼 咱们再来去说一下 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再来往后走之前 我先说这个地方 先说这个变量 如果说我当前也想把这个变量 像张狗一样 我给你打包成字典的方式 然后呢 往这里面传 能不能行呢 比如说我现在呢 也把这个地方呢 叫做一个模板 要去使用的一个data 里面呢 我给你塞到一个字典当中来 然后呢 里面有什么值呢 里面有一个name 它的值什么东西呢 是python 然后呢 还有一个age 它的什么值呢 它是18 我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直接去传呢 在张狗里面是怎么传的吧 你先写一个字典 再往后传 在plus里面 确实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 我还想放到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去做呢 之前有没有接触过 这样的语法啊 星星的语法 星星的语法 应该是在你定义的时候 去使用过吧 应该之前所讲的方式 应该是在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你说了 这个函数可能要 接受可变参数 所以呢 它的参数方式是星 然后呢 args跟星星 kwargs吧 是不是写的呀 但是你现在看一下 我是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去做的吗 不是吧 我是在函数调动的时候 吧 所以呢 这一点之前有去讲过吧 是不是代表解报的意思 就相当于 这个星星呢 把这个字典 给我摊开了 摊开之后的话 把件等于直 然后那件等于直 给我塞到这儿 所以呢 如果想要达到张狗里面 特点的话 你在这里面也可以写一个字典 只不过是传的时候呢 就去传星星了 不是那个周星星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再来重新刷新的一个这个一面 那当前呢 也是能够正确的去处理它的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这点我们说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怎么来看呢 在这个flux当中 对应于这个模板里面的话 你能够去传什么东西呢 你能够去传这个字符传 也能够去传这个列表 整数 通通的都是可以 然后呢 你还可以去传字典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就给你去传一下 当前呢 我传这个东西 咱们再来往下去传几个值 比如说我再给你传一个什么东西呢 传一个就叫做我的字典吧 在字典当中 我给你去写相对应的值了 比如说这个字典里面 可能有一个建制队 有一个什么样的建制队呢 比如说就是itcast 比如说就是city吧 放到这 然后呢 它的城市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就叫做sd 放到这 这是一个对应的一个字典 除了一个字典之外的话 还可以去传什么值呢 还可以传列表 比如说我给你传一个list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这个列表当中呢 比如说就是一二三四五 我给你传这么一个五个值 然后呢 再放到这之后的话 咱们说呢 还可以传一整数吧 比如说你传一个零 放到这 好 这几个值都会作为我模板当中 要用到的一个值 所以呢 回过来 我就在模板当中进行使用了 在模板当中进行使用的话 咱们只看不同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需要注意的地方 哪个东西呢 比如说对应于当前 你给我传送过来一个字典了 我在这里面操作字典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mydick的 mydick的 它的一个操作 我在操作它的时候的话 我可能要去用到一个值 用到它里面的一个city 这个字段的值 那我怎么去用呢 city的这个字段的值的话 你可以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直接在大括号的模板面当中 通过方括号的方式 去拿取这个值 比如说在这里面去传city 这是可以的 那你除了这种方式的话 还可以怎么去传呢 我还可以直接把这个city呢 当做属性的方式 mydick的里面的drcity 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然后提醒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在这个地方 去操作的是这个列表呢 我左边给你去传了一个列表list 所以你在右边 也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列表 比如说mylist 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如果说我要想去 获取里面的值的时候呢 怎么去做呢 在这里面 比如说写了一个 方括号0的这样的值 那没有问题 你在这里面 直接是方括号的方式 就可以操作 这个0的话 比如说就不使用它了 是什么呢 我在左边是不是还给你传过一个int呀 所以我在这里面直接去操了 去大括号的方式 我要去给你传一个myint 现在能跟得上吗 我在这里面 大括号的方式呢 里面直接去使用mylist 然后呢 我把这个整数呢 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来去索引它的值 所以这时候呢 写完成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 让咱们的程序已经重新启动了 咱们重新刷新下页面 然后呢 在这里面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值 在这里面通过方括号的方式 还是通过点方式 不都取出来了 对吧 就是我通过两种方式 方括号跟点方式都取出来了 然后mylist也给我展出来了 mylist里面通过那个myint 这个0的方式取出来了 也是下标唯一的东西 所以呢 这点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眼 看一点什么样东西的东西 看一点什么样东西呢 就是说 在flask当中 它对于这个变量 还可以支持进一步的处理 支持哪样的进一步的处理呢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 想要进行操作了 p 然后呢 比如说我就想操作 mylist 这个0的下标 跟谁呢 我让它mylist 跟下标 为1的这个东西 进行签加操作 我想冲在这样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大括号 这个变量 怎么去存呢 在jungle当中 模板变量里面 实际上是不支持 这些加法操作的吧 你是不是得用过滤器的方式 用这个竖线来进行 加法操作呀 但是在flask里面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 支持加法操作的 比如说mylist 我用谁呢 我就用下标为0的东西 我再加上mylist 对应的 比如说下标为1的 我直接用它这两个东西 来进行加法操作 它也是支持的 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少了一个方块 然后呢 我回过来 咱们再来去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眼 说下标为0的 跟下标为1的 1加2 进行求和 方块3 你放过来了 对吧 所以这是跟jungle 那个模板不太一样的地方 它不仅仅对于它支持 还对于哪些东西呢 你哪怕是自不串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你哪怕是自不串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就给你嵌入一个对应的模板面量 这模板面量当中呢 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是关于模板面量的 那这个模板面量 咱们说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再来去说哪个东西呢 咱们再来去说的话 就是关于这里面的参数当中 所对应到的过滤器的 这样一样 这个过滤器 跟jungle里面是一样的 jungle里面是不是用到过滤器啊 对吧 在这里面也是相同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在这里面去加上一个过滤器 比如说这个斜线P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 比如说 当前我有一个字符传 这个字符传很长 前后都有空格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写一个flask flask world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想对它这个处理的话 直接是坚加上输线 然后呢 它支持哪些东西呢 这只的这个名字 都跟jungle是比较类似的 你比如说是 把这个字写 手写字母变成大写啊 或者是全管成小写啊 或者是说 upper转转分大写 或者说把手字母给它转换成大写 以及这种trim去掉首尾字符 然后以及reverse 统统的都是支持的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 我们直接说哪个东西呢 咱们给大家举下例子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想把它先进行截断 所以呢截断的过滤器呢 就是这个trim的操作了 trim 所以我放到这 trim之后的话 然后呢 这个过滤器还支持练续操作 也就是说 你对这个处理完成之后还不满足 那你好了 你再加速键 再往后走 它就相当于 先把这个变量放到过滤器当中 然后进行处理 这个trim代表阶段意思 它会把手尾的空白字符去掉 去掉之后的话 我如果觉得还不够 那好了 我再加upper 转换成大写的方式 然后呢 我为了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 这个手前面的空白字符 跟后面的字符都去掉了 我在这个哪儿呢 在这个大括号外面 我给你加上一个东西 给你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就加上一个a吧 加上这个a 这也加上一个a 我让你去来去区分一下 加上一个小写的a 然后看一下 最终的这个空格 确实是被去掉了 所以呢 咱们回回来 重新刷新下这一面 你看一下 flask road两边的空格是不去掉了 紧跟着a 然后呢 也已经把它的这个字母呢 都转换成大写了 如果你还不满足的话 你想加多少过去 就往后补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这一点操作 也说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再来去说哪一点呢 再来去说的一点就是 这个save 我们之前在张工当中 是不是也讲过了 它是专门用来进行 进制转译的吧 这个是讲过的吧 那这个转译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印象吗 为什么说它要给你 自动处理转译啊 为什么要给你自动处理 这种转译啊 是不是有一种攻击啊 XSS攻击吧 这个攻击有去 不是csrf这个攻击啊 csrf可跟这个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是哪种攻击呢 为什么无法当中 一定要有这种转译的概念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就叫做xss 那种攻击呢 就叫做xss攻击 xss攻击 我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来去做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还是定一个indice 然后呢 这个 咱们换一个吧 叫做 我把这个东西 重新再来复制一个模板 xss的fml 我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在这个xss.py当中呢 我也去给你定义一个 对应的这样的十度函数吧 比如说 把它叫做xss 这也叫做xss 然后呢 这个东西的话 我要做成什么东西呢 my source 我允许你这个请求方式当中呢 是允许你以get的请求方式 访问 没有问题呢 我也让你 以支持这个port方式 也来进行访问 只不过说 在这里面做逻辑的话 咱们做什么逻辑呢 一上来 我要让你做的这个逻辑呢 就是去渲染一个模板 哪个模板呢 xss这个模板 这是刚才我去做的 待会我把这个模板去完善一下 后面的这个值呢 我们先放到这 咱们先放到这 回回来 把这个xss 我们去完善一下 html 我们去把它去写呢 放到这边 放到这边之后 相对应的 xss放到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板我要做成什么模板呢 这个模板也比较简单 咱们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效果 我在这里面呢 要去写一个表单了 fomb fomb这里面呢 我要去全家一个myser的 也就是说提交的方式 应该使用post方式 然后我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你看一下 如果我不加action 那你说对应的这个表单的数据 会提交到哪啊 是不是当前的页面路定要 所以我就不加action了 我就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在这里面去写什么东西呢 我去写一个taxarea 这样一个输入框 然后呢 这里面我去添加东西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呢 那某一个值 我把它就叫做文本吧 tax 这是我要往后端传的 那个具体的值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给你留白 留到这 留到这之后的话 是不是还有一个相对应的提交按钮啊 input的 然后呢 type应该是等于submit吧 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紧接下来这个value就不写了吧 value不写的话 它默认的话 写吧 value这里面是提交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说了 这个东西呢 我要给你做成一个模板 所以模板当中呢 我会给你添加上一个 对应的模板变量 叫什么东西呢 就叫做 比如说就叫做tax吧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来看一下 做什么工作呢 右边的模板 我已经形容完了 形容完成之后 左边的 你在去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xss的路径 专门就是处理这个模板的 所以我在这里进行操作了 怎么操作呢 我进行render的话 穿的是它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test吧 这个test是不是要 我要传过来的值啊 那test 这是从哪来呢 我从这里面来去值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操作呢 如果说我去进行判断 request 我把这个test 什么呢 把这个test给你设置为一个 就叫做txt text 然后呢 我先一上来呢 把txt 给你留一个空的 这样的东西 空的话 然后呢 我在这里已经判断了 如果你请求的 这个my third 这个my third 等于什么呢 如果是以post方式 请求过来的话 以post请求方式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 代表的是 以这个点击的提交事件 把表单的参数 是不是给我提交过来了 对吧 就传到过来了 传到这来之后的话 我就要提起参数了 我提起参数的话 比如说这个参数 你怎么提起呢 因为是表单的数据 所以呢 通过request里面的 这个form 再点get 是不是能把它拿过来啊 当前你给我传通过来 这个name 是不是叫txt 所以就是txt 这样一个字段值 然后呢 我给你拿到 拿到之后 怎么做呢 我给你设置到 上面的这个变量里面来 如果可以啊 如果说是当前 是以get的请求方式 好了 一上来 txt这个变量里面 是空走转 然后呢 因为是get的请求方式 所以这里面不去执行 紧接下来 是不是就直接 执行确实模板了 这应该是空的吧 然后呢 那你接下来 再去点击这个 变面表单的时候呢 你点击提交 它实际上 是不是以pose方式 再发到当前的路径 当前路径 是一开始 这个斜线XSS的吧 所以又发到这了 发到这之后 那当前这次 就是以pose方式 反而过来的 所以呢 再过来的话 我一上来呢 还是给你设置于空 但是呢 我发现 如果你是pose方式的话 你代表 不会有传输数据 所以呢 我就通过表单当中 往外去拿text段 拿完之后的话 当前的这个text 是不是已经变为 你传送过来的值啊 我就把这个值 直接给你放到底下来 是不是就要去 渲染模板 就给填到这了 所以就相当于 你填传什么值 我就在最终 让你去看到什么值 这是关于这两点 好 这里面写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让这段程序 去运行一下 我让它去运行 让它去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去进行访问 访问哪个东西呢 咱们就去访问 相对应的XSS 那个东西 访问它 访问它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把它这个地方 来先看一下Source 当前的这个页面里面 这个地方是不是空白的呀 因为我给你传的时候 你盖的行为方式的话 这里面text就是空白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空的 然后呢 我要去做了 咱们怎么去做呢 按照正常我们来去说的话 我这里面是不是可以 随便去写啊 比如说写一个Hello 然后那word 传到这 然后再点击提交 我们说的这个表单 是不是提交到当前的途径啊 是不是这个途径啊 所以提交到这了 点击一下 点击提交 然后你看一下 我填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回我船 就把这个值 给我去渲染到这个地方了吧 这点能跟得上吗 然后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问题就说 如果我要去 不这么做呢 我不这么做的时候的话 我怎么去操作呢 我去给你写脚本了 我给你写脚本了 比如说这个叫做script 因为我们发现 我在这里面写什么东西 它最终是不是就替换到这了 对吧 就替换到这了吧 那如果我在这里面就写了一个脚本 script script 然后呢 script 放到这 回归号 script 然后呢 放到这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 我在这里面写什么东西呢 咱们去随便写个 比如说alert 比如说hello attack att ack 被攻击了 我往这里面写 那按照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我写出来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会被原封不动的一提交 是不是就提交到通过这地方就拿出来了 tice是不是就那个值啊 tice这个值的话 我在渲染模板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渲染到这了 渲染到这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地方变成什么东西了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值了 对吧 所以你说了 如果没有转意的情况下 这个脚本会被自己用的执行吧 因为有了转意 所以你回过来来去看一眼 当我在这个地方提交的时候 来看一下 你是能够看到这段代码 但是这段代码却没有执行起来 原因就在于是说 这个东西并没有被真正的当作脚本来执行 为什么没有被真正的脚本执行呢 我们去看一下页面的原代码 你把页面的原代码打开一下 你看一下最终替换到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就转意之后的呀 所以我让这个页面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地方是最原始的值 而是这是你能够看到这个位置 就相当于监括号 跟这个所监括号 跟右监括号 是在HTML当中是不是有特定含义啊 所以呢他把这个东西 左监括号给你变成语号 然后右监括号 变成语号 这东西了 就相当于小一号大一号 小一号大一号 我给你转换成这样方式之后的话 这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一个HTML的 它所对应的那个语法了吧 所以呢就不会被浏览器正确的执行 它就给你展开了 那你说我通常天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最终它给我转换成这样的东西了 它哪来的呢 就是这个转译来去完成的 所以这是一个转译的意义所在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想把转译关掉呢 在这里面也是可以的 可以通过这个save的方式 来把这个转译给你关掉 就相当于我确保它就是安全的 所以怎么做呢 这里面比如说加上一个书线 再加上save 加上这样save之后的话 它不会给我转译了 不会给我转译之后的话 然后呢接下来我回过头来 咱们再来去看一下 这段代码呢 我给它拿过来 我拿过来之后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点击一下对应的提交 点击一下提交之后的话 你现在来去看一眼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浏览器 已经给我拦截掉了 它说了已经是阻止了 插ss的那种东西了 这是这个chrome浏览器去做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不是chrome浏览器呢 我这里面没IE 用火锅就可以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什么 127.0.0.1 对应的5000 放过来 插ss 放到这儿 放到这之后的话 我还是相同的这段逻辑 然后呢接下来 我把对应的代码粘过来 粘过来之后 点击一下提交 然后你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对当做脚本被执行了 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xss攻击了 也叫做注入攻击 就相当于 你在前端当中注入了一段脚本 这段脚本呢会被浏览器执行起来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你只要你在去渲染模板的时候 这个变量并不是你可控的 而是前端人给你传通过来的 那一定要注意有转移种行为 那还好当前的这些模板呢 默认情况下转移都是开启的 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这点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 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 在去讲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会去愿意使用这个chrome了吧 说比较智能啊 他自己能判断出来有人进行了xss攻击了 好这个东西我们说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咱们今天来 来去说哪个东西呢 还有最后的今天咱们要讲的一点 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过滤区 我就不再给大家去演示了 都是相同道理 我们再来去说的话就是相对应的 还有还有列表的过滤区在这里面也给大家去列出来了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对于列表的话你可以只提取这一个参数 然后提起最后一个长度求和排序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在这里面就不再去说了 咱们说了一个东西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装这个过滤区还不够满足不了的需求 如果我想自定义过滤区的话怎么进行过滤呢 怎么进行定义呢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自定义的过滤区 我们还是回过来 还是放到timeplate当中来做吧 我们放到这里面来进行相对应的处理 如果我在这里面去处理这个过滤区的话 然后咱们来去看 咱们怎么看呢 当前对于列表来说 他所提供的过滤区呢 只有拿第一个参数最后一个参数长度还有sum 如果说我现在你给我传送过来这个列表里面有12345 我想合一个取一个 也就是说我最终在模板当中的话 我想把第135给取出来 然后呢把24给你空下去 不取出来的话 那这种过滤区我怎么去做呢 当前就没有了 我们需要自己去写 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去写的话 在flux里面这个金家2模板 它也是支持的 那支持的时候呢 怎么去进行定义呢 就有两种方式了 那第一种方式是怎么去做呢 你就是以普通的函数定义 定义完成之后呢 再把函数给它注册到对音的 这个flux当中的英语程序里面来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就去定一个自定义的过滤区 这过滤区呢是专门用来去处理列表的 然后呢这个列表的过滤区的话 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定义出来之后的话 咱们让它去过滤列表 然后呢是以不长step为二的方式 给我往外去取 这是我们要做的 自定义过滤区 这个自定义的过滤区的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把函数的方式定义到这了 然后呢需求我也说清楚了 就是想最终你给我传送 在这模板当中去使用的时候呢 你给我一个list的这样的变量 然后呢紧接下来 你使用我这个过滤区的时候呢 你传给我过滤区 我最终就把你个list变量里面的 隔一个东西就往外去取一个东西 我给你做成这样一面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既然如此的话 这个过滤区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函数 是一个函数当中 那这个函数 它是不是就得有一个传入参数啊 你一个过滤区 到底处理的是谁 是不是得有啊 所以相当于 在继续使用的时候呢 数线来进行分割 它就会把左边的值 当作参数传送过来 所以我这个过滤区的函数呢 也要去接收 那我比如说把它制造的list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你这个过滤区 实际上是不是还得有返回值啊 对吧 你的返回值是会作为 最终的一个替换值 会替换到这的 所以这个返回值 咱们怎么返回呢 比如说 当前你给我传送过来 就是一个列表 我想隔一个取一个 隔一个取一个 怎么去做 是不是可以用切片的方式啊 对吧 用切片 切片的语法还有印象吗 应该是 如果只传一个末号的话 它相当于是从头到尾吧 然后你可以准备其实位置 如果我再传一个冒号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准备不长啊 对吧 那我现在从头到尾 不长为二的方式 也就是说是从它 再跳到它 再跳到它 是否通过这种方式啊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写了 这时候呢一个过滤区写完了 一个过滤区函数写完了之后 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所以呢我需要进行第二步操作 第二步操作是注册过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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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过滤区的话 我们注册呢 因为我要把它添加到整个 last app的应用当中 所以呢是app里面的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叫做add template的filter 添加template filter 是添加模板的过滤区 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操作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进行操作呢 我在这里面直接 你把它传送过来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 那除了 我们看一下 除了把它 这个函数名传送过来之后的话 它还要接受一个参数 还要接受一个什么参数呢 你这个东西 这个过滤区的函数 最终在模板当中进行使用的时候 模板里面 叫什么名字啊 你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当前 我就会去使用这个index 这个模板 我把它再打开一下 index放到这儿 当前我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我已经给你传了 传了一个相对应的这个mylist了 我就给你放过来了 所以接下来我就去往下去写 比如说我现在加上一条红线吧 然后加上一个p 加上一个p之标签之后 我现在要去使用了 我要去使用的话 就是对应于my 刚才传送过来的mylist 这个变量 我要去给你使用谁呢 使用我刚才添加的这种过滤区 这个过滤区在模板当中去使用的时候呢 它要起一个名字 并不是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名字 所有呢 这个add template 配合当中 要接收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代表过滤区的执行的行为 代码行为是函数 第二参数代表名字 这个名字的话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list2 比如说叫这个东西 那好了 我回回来在这里面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立li2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点 然后呢 那几天来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咱们让程序去运行一下 我让这个程序来去运行 让程序重新运行它之后 回过后来 我再来去访问对应的 刚才那个index 再来看一眼 那相对应的 是不是把它的隔一个取一个 隔一个取一个 给我放到这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自定义的过滤区 你以函数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然后呢 它要去接收一个参数 还要有一个返回值 你定义完了之后的话 你要通过add template fills的方法呢 把这个过滤区交给整个class应用 让它知道有这样过滤区的存在 然后回回来 你才能在模板当中进行使用了 除了这样的方法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还有哪种方法呢 比如说我现在呢 再给你定一个过滤区 这个过滤区的话 咱们还是相同道理 我还要是给你处理这个列表吧 比如说我现在呢 是隔三个取一个 那不长我给你按照三 除了先定义 在函数添加之外 你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装饰器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这是第二种 自定义过滤区的方式 那添加哪个东西呢 添加的是这个app当中 有一个装饰器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template filter 加上这个装饰器的名字 所以呢应该是template 这个装饰器呢 它是一个带参数的装饰器 就跟刚才是一个道理 你刚才通过函数 往里面添加的时候呢 你还要对它指一个名字呢 你现在通过装饰器添加的话 也要给它指一个名字 所以呢 你就把名字 放到装饰器这里来 那我给它起名字 比如说叫做llist3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我在右边的模板当中呢 我再去使用一个新的 这个过滤区 llist3 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们再让程序 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我再来去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 这时候你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隔三个呀 从1跳到4 再往后就没了 本着1 或者4 这是乖这样的 使用自动力过滤器的方法 就这两种方法 就这两种方法